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Dow Jones在星期四创下了新的里程碑 他一度在盘中冲破了4万点的重要关卡 标普500和NASDAQ指数也突破了史上新高 而道琼从3万点到4万点仅仅花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近期美国的很多经济数据都反映出通膨降温了 所以降息有望 市场重燃 联准会会不会在9月降息 再加上这周公布的企业财报各个强劲 尤其是沃尔玛这个全美最大的零售商 他自从朝AI自动化迈进之后 线上购物的营收大增了22% 那么再再都激励了美股冲上了史上新高 美国投资人在周四的纽约证交所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美股道琼指数史上头一遭冲破4万点大关 一度在盘中触及4万零51点 创下自2022年10月进入牛市以来的最高点 只不过这个四字头只是昙花一现 三大指数在冲高后回落 中场以下跌作收 这个重要的心理程碑除了透露健全的经济环境 还有强劲的企业财报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 是由华尔街日报和道琼公司的创办人 在1896年成立 如今涵盖了30家美国知名的蓝筹股 而道琼在1999年3月首次触及1万点后 花了将近20年才爬升到2万点 如今从3万到4万点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创下史上最快的破万速度 至于这次把道琼推上四字头的大工程 则是朝AI自动化迈进的沃尔玛 这间全球最大零售商公布了强劲的第一季业绩 当中线上购物的营收畅旺 比去年同期大增22% 如今沃尔玛看好通膨放缓 将带动更强劲的买气 进而调升全年猜测 激励当天沃尔玛股价大涨近7% 让今年以来的涨幅已经达到21% 除了强劲的企业财报 消费力道 还加上近期几份通膨数据 重燃市场对于联准会 9月启动降息的希望 这星期公布的美国四月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终于降温 月增0.3% 年增3.4% 增幅通通低于前一个月 就连薪资的成长速度 也把通膨甩在后头 只是以物价细向来看 食品杂货的价格 比前一个月降了0.2% 但住房和汽油成本 依旧居高不下 房价持续飙涨 热门的30年期房贷利率 还高居7%不降 再加上现有屋主 紧抓着低利率不可卖房 导致房屋库存继续短缺 根据房地美四月做的调查 缅因州和南达科他州 是目前全美住房需求 增加幅度最大的州 而无房可买的情况 又以首购族最挫折 开始到大城市的定交找房子 尽管观望气氛依旧浓厚 但从利率决策 华尔街到美国消费者 似乎都来到换党的关键时刻 TVBS 综合报道